嗨各位小财神今天都还好吗 欢迎回到我们这个投资比赛前哨战的这个单元 那我们今天要持续的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失败投资经验谈 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议题 现在已经走到了本节目的这个第四集的单元 第四集的单元要跟大家聊的是基金 那你一定会很好奇说宝可梦你不是也有在推基金吗 那为什么现在就是又要拿了这件事情来做不好的例子的举例 我觉得各个不同的投资产品都有它自己本身的优点跟缺点 那么你只要清楚而且你也愿意承受 那么你可以用你绝对可以用 我绝对没有说投资基金不好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投资选择的决策 你可以使用个股你可以短线进出 你也可以用ETF你也可以做长线的操作 这都是关乎你个人的这个投资哲学 那有问题的我们还是会讲出来 你如果觉得它是问题 你就可以选择避开 你如果觉得它不是问题 你也觉得这个费用的收费比例 对你来说小case三把 反正你赚的品质多很多 那也OK 所以我觉得这绝对都是存乎异性 你自己可以决定的部分 那今天的故事呢 我们要回到这个 我看一下 这次是第四名的小姐 应该是第四个 投资比赛第四个 我看一下 它这怎么跑掉 在这里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的那个 第四 第四个 林小姐 林小姐的故事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林昌宇小姐她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投资理论 就像我讲的投资哲学 不过对于数学烂到爆 对数字毫无敏感性的我来讲 我选择相信专业 把钱交给投信公司来买基金 我 非常认同这个林小姐讲的话 我不是说她是数学很烂 而是说 一般人其实根本都没有这些专业的 所谓的投资素养 然后有办法去选择出 真的对你自己好的产品 或者是什么 所以我们都会倾向于去相信 比如说银行的理专 或者是银行业者 他推什么东西给你 然后你可能就会全盘接受 包括就是他推基金 某基党基金可能不错 你可能可以买 但是这些东西中间是否含有 这所谓的利益的牵扯 比如说投信公司给他一笔钱 叫他推这个产品 那他多推了这个产品几份 他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佣金 如果你是 怎么讲 轻易的就相信了别人 而没有搞清楚他背后的利益结构的部分 那你有没有可能 很不小心的就被人家当作是这个飞扬仔了 这的确是你应该要去思考的问题 就是说不论是宝可梦或者是网络上的KOL 或者是你在平常的跟银行交手的过程中遇到的理专 他们是不是都跟你有利益上的关系 这个你一定要明察就好 自己要会去判断 而不是说人家塞什么东西给你就一定要吃 不对你要有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独立的思考逻辑判断 并且能够知道什么东西对自己是好的 什么东西是真话 什么东西是假话 这一定要看得出来 那这个当然不是说两三天之内就学得起来 像这个林小姐这边讲的也是 然后第二段他说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情享乐公开说明书 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 投资前我也有做好心理准备 了解即便是专业的基金经理人也有可能赔钱 而在持有基金的这几年的绩效也是可以接受的报酬率 大概是3到4% 这个数字还蛮有趣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基金基本上他最高可以赚到2 30% 4 50%没有问题 但是赔钱的也是有 所以不要觉得说基金听起来感觉上风险比较低 但事实上他也是承担了非常高的风险 因为不同的产业类别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区域经济 其实他的这个经济起伏都是这所谓的随机变数 就叫做漫步华尔街 这基本上市场上的变化本来就是一个随机变数 也许你可以抓到某一个方向的趋势 但这个方向的趋势可以维持多久 他是不是立即就失效了 这都是你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比较简单的做法可能就是你全部都买了 那你全部都买的话你的风险就不要低啦 因为全部的人全世界的钱一整年经济发展赚多少你就赚多少 这是一个最无脑的操作方式 那当然你要重压某几股是OK的 就好像你自己去挑选个股一样 不过这个就是看你自己本身的投资的能耐嘛 你自己如果了解够多你有内限你可以买到最厉害的 那当然不会赔钱啦 但是基金一般而言大概三到四%都是平均的回馈幅度而已 那林小姐说 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失败的投资呢 重点是在于费用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不管你自己本身是用怎么样子的投资产品 你都要去了解到这个费用的比例是否会有收费太高的嫌疑 林小姐说投资基金这几年觉得有点怪怪的 明明大盘很厉害 大家聊投资书都赚很多钱 但是我的部位却没有那么厉害 后来仔细看了对账单 申购说明书才知道我的基金有1.5%的经理费 0.5%的管理费 那这样加起来就是2%了 凭空消失了 再加上申购赎回的手续费 其实每年都会有3%的钱 双手奉上给基金公司了 所以费用率3%的意义就是今年基金赚了10% 你就只有拿到7% 就是10%减3% 如果今年基金赚了赔了10% 你就赔了13% 因为10%加13%就是负13%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是不论你是赚钱还是赔钱 你都要把这个3%的费用就是给吐出去 所以我觉得正聪明的人应该是要来成立基金公司 然后光靠这个手续费你就绝对是稳赚不赔的 那反正这些投资者他们都有签出名书嘛 这个合约书签下去就知道说赚赔责任不在基金公司 这就是一个100%赚钱的事业嘛 所以银行通路卖基金绝对赚 为什么 因为他只要每个月有固定扣款 他中间的比例的手续费都是他赚的 所以聪明的人应该要去开银行 而不是就是投资这样子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如果用跑马拉松来做比喻 持有一个高费率的投资产品 就好像背了全套的厚重登商专备在跑步 不仅没有效果 好不仅累又没有效果 反之持有低费率的投资商品 就好像穿着轻巧的跑衣跑酷 让你把全身的精力 这个花在跑步上面轻松又有效率 我觉得这个比率非常的精妙 也是我还看到现在觉得很喜欢的一个比喻 就是我觉得投资不需要非常的精准到位 重点是你要赢在起跑点 怎么样叫做赢在起跑点 就是把你的这个手续费的费率 一些阿里布达的费用都把它压到最底 那么你的确在起跑点就比人家就是超前了 因为其他人可能都是负重而行 他身边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费用 通通都是要算在自己身上的 就算你们两个人最后的投资报数又是10%好了 如果你用的是ETF 你可能只要背收0.0几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积极你可能就是3% 那你投资报数率10%就变7% 但他可能是9.679.87左右 哇那就差很多了 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这个一点点的这个比例的部分 他其实经过20年跟30年的负利下来 他其实会有巨大的差距 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用7.2负利法则下去算 本金100万 如果10%的年报酬跟7%的年报酬到底多久之后 那个你的本金会翻几倍比如说你的目标是以2000万为算好了 那你100万到底要翻几倍才会到2000万 你会发现7%明显的可以比10% 应该说10%明显的可以比7%还要在少十几二十年的时间翻一倍 所以如果现在30岁然后我就是100万的本金存了40年 在10%报酬率 比如说美国股市上面那么的确在40年之后 我的本金100万可能可以真的有机会翻到1600多万 但是如果你的本金是100万 然后放在台股只有7%的报酬中间差了3% 你其实放到40年以后 他可能还没有办法滚到这个所谓的千万 可能也就是在接近1000万的等级而已 所以这中间的差异 只要差1%其实就是天差地远了 这个数字是你用这个七二法则下去算你就会知道了 所以这个你一定要特别去知道 再来 我们后来都 这个持有宝道推荐的VTI当主力投资商品 内扣费用0.03 比如我之前买的基金便宜了100倍 就是3%跟0.03%是差在这边 这后我也没有早点认识宝达 没有早点认识VTI 其实 网路上这里有非常多的这种ETF的商品 它的内扣的费用率真的是非常的低点 你唯一要支付的可能就是 比如说你用的是美国券商 那你就是要 把钱从台湾汇到美国去 那中间会有这个所谓的汇费的部分 目前市面上最便宜的就是 你去国泰市华的外币约定账户 到美国的户头 那么双电报只要800 那50万以内就是800 超过50万以上需要进入金融卡来认证 才能够比如说100万一笔钱 就是会到国外去 50万以内不用 但是50万以上还要再做一次身份验证 这个部分是怕洗钱 所以这个银行都遵守 这规则非常的严格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想要省下最高的费用 其实你使用美国券商是OK的 因为你的100万台币放到美国里面去之后 它可以就是分批进场 但是都是零手续费 但如果你自己很害怕就是说 这个操作上你不熟 没有人可以问 那你可以使用国内的付委托 但是国内的付委托收费就比较贵了 比如说他帮你投一笔钱到某一个标定里面去 他就要收一次手续费 一次手续费可能就是35块美金 就是1000块台币 也要差蛮多的 但是我们国内的这个付委托 他有一个优势就是说 他会帮你处理钱的所有事情 所以包括就是这个所谓的退税什么的 他们都会有专人来为你服务 或是为你解说 或者是遗产税的问题 你不小心挂了 你的家人怎么把这钱拿回来的 其实我觉得用国内的这个所谓的金融服务 还是有它的优势 因为你可以省去这些帆温入截 或者是跟外国人打交道 这是你自己必须要去衡量的 但如果你的英文能力很好 而且你都做足功课 我会推荐你使用美国券商 美国券商的确是 可以让你省下更多的成本 就是费用压更低 那除此之外的话 最近就是那个封存股 它也我觉得也蛮好玩的 就是你也可以用低成本 成本真的很低 低消一美金 然后就0.3 它的收费是0.3 就是总投资金额的0.3% 就可以进去了 所以说你1除以0.3% 就是你只要333块美金的交易进去 那么你只会被收到1块美金 所以的手续费 再怎样都是比那个所谓的 刚刚讲的这个负委托的 应该说它的最低可能是0.5到1% 然后低消是35美金 你用这个1%除以35美金 除以1%这样算下 你至少也要准备 3万5千美金 多少钱出去 你才能够维持到自己最低的 这个所谓的35美金的这个部分 你自己去算一下这个数字 数字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风存股的美股的部分 它其实是你在投资 美国股市 包括你买VTI或VT的部分 其实它都是相对而言 对小资组比较友善一点的 之前的低消是4美金 我都觉得还算贵了 4美金你除以0.3 你这样算下来是1333美金 就大概是4万块台币 那一般小资组哪有可能 每个月投4万 但是如果现在低消降了75% 变成1美金之后 其实就变得非常的可人了 我就觉得还不错 那最后的话就是 我来总结一下 今天这个林小姐的故事 就是说 你在选择投资商品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清楚 就是你的费用比率的部分 是多少你可以承担的 你要了解费用 对你自己本金富利成长的 伤害程度 那你如果有确实的了解的话 其实你选择低费率的产品来使用 对你来说是比较好的 这个我们就严禁于此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 也非常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就是每个礼拜一晚上10点 跟礼拜六晚上10点 都会有一支新的影片上线 那每次的主题都不太一样 那目前最主要要跟大家聊的主题 就是我们失败的投资经验谈 那也希望你们能够 从这些前人的故事里面 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 这所谓的不败的圣碑好吗 这是很难得的 因为我们在报章杂志上面 都看到很多人讲 哇我投资赚多少钱 又赚多少又赚多少 投资报数又好惊人 都买什么东西 但事实上这都是 人家过去的经验谈 那这些投资杂志 他不会跟你分享 一个人失败的故事 失败的故事 你可以引以为鉴 就是从这边作为一个借境 来知道说到底哪些东西是不好的 人家已经失败过了 你不要再走那一套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系列 是我整个我的频道的影片里面 反而是非常珍贵的 因为这些都是真人正事的分享 也非常的希望你就是 赶快把这个故事分享出去 让你身边还有在买基金的人 让他们就是看完之后 再来想一想 是不是他的费用率过高了 或者是可以选择转换 使用一些更低廉的平台 更低廉的控制工具 对于他来讲的话 他的损失才不会那么严重 也非常欢迎你按赞留言分享出去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